一位全近日爆發MeToo事件 黃子教也被爆出性騷擾風波 在直播道歉時,情緒不穩 接連爆料不少藝人的黑歷史 先行狀況讓外界相當擔心 不過自從事件爆發後 他就再也沒有於鏡頭前露面 而原先擔任某女團養成節目主持人的他 也傳出在日前因為個人身體因素 向節目組請辭 目前製作單位還沒找到合適人選來取代黃子教 而被問到先前已完成錄製的集數 是否還會如期播出 對此總監則表示會尊重原住立人的想法 那些集數將不再保留 也代表會重新再錄製 而消息一步光後 也在網上一起討論 大家也分分好奇 到底誰會接下這個節目的主持人 也是 主持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